我们上次在申请因为就是蛮紧陪伴我们这个中原生活的那种要求 那种东西 那我想我们作为一个理事长对这个中原讲的一层三 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部署去做 但是为了有几个就是部署的一个一层三 而让我们好像 因为跟我交代之后我们这个中原的一层三 会好像不公平的感觉 所以我想这样一个隐蔽室 是不是能不能够我们这个中原政务也好 这个中原会也好 能够在这里来说明 让我们这个做一个中原长也好 像我们这个理事长也好 从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努力好像 让他们好像觉得我们做得不好 或者说不公平的那种一层三 所以我想将对我们这个那么辛苦的一个一层三 真的是我们的家里很重 所以如果虽然是人心 是不是能够我们中原政务也好 或者说我们从经文也好 来做一个说明 也让他们知道说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关于我们这个教会的一层三 他们的一个部署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阿姨跟这个群牧师 他们是接近要青春嘛 他们是群伏要这样子 要是各参加 但是 我们教育和古川就是这个医院 一半是要进去嘛 但是像我们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在这个部落里面 真的无欲法去我们的一个教会 那我想我的经理是说 是不是我们就以这个部落的一个教会 来去立有这个一定地 可能是一个教 比如说像我们古川 当然有三个一个教派嘛 一族叫安徐瑞或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古川 做一个张罗会的教堂 这个时候我们要比如说 在部落这个教堂 来做一个 来考验这些信仰这个教会 要不然说 那我们古川 部落要去那些拜 我们去那边 就是说我们半个人 可能会讲到 我们去那里去参加教会 因为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第一个是文化 这样的一个信仰 我们现在的所有 所以我们想说 是不是我们信仰 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信仰的文化这样子 去评估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第三个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那个 秦明经常讲的 我希望说 像我们古川 当然我们不是全都要进出 但是像我们那样的 奇怪是一个 微信机器的一个计划 我们不小心是不是 在一次的一个彩虹 或者说一个好雨的话 可能会被淹没 但是一半的那个 我们的信仰是 不像人在布落 但是我想说 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古川 布落没有 五十四步的一个名额 是不是能够 用保留 又有那个 经济的那个一层层 要不然说 万一我们只有 十九会在那里 然后他们要来的时候 他们要去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优先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 以后我们这个布落 就没有了 并且说 这个 一半个人要来 可能又要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布落 这个是 并且如何也是会 会分裂 要不然就是 布落就没有 这样的一个经济 所以我带有一个地方 在这 所以希望我们去哪里 然后 考验一下 由于又不肯 得了 那你做的 呢 那你想要